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在意的那个点并没有被收录 也希望给老郭留言哦 Sally作为玩家们第一个接触到的NPC 贯穿了一代迸发的绝大部分剧情 不过它其实是一台Coreo企业的服务器自营生产的虚拟角色 说的挺炫酷的 其实就和你家的Siri或者小爱同学一样 它不过是行装服务器房内一个高级人工智能处理系 那就是它的本体 只是它或者应该称作它 被赋予了更多功能 用来更好的服务行政管理层而已 它的目的从始至终都不是为了拯救沃轮 而是为了公司的高层服务 如果它不诱拐沃轮前往行政区的话 事情就会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因为不论是按照地图还是情理来想 沃轮缩醒的地方都在企业的外围 只要转身离开不汤汁汤浑水就可以马上脱身 何必去企业的最中心行政区解决烫手山鱼呢 而且沙利不止一次的强调懂事们的重要性 却没有考虑到整件事对于沃轮的威胁有多严重 唐哈克特大概是玩家接触到比较早的NPC了 要不是这个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讲他的悲惨故事 估计大多数玩家都会忽略这么一个在电视上吵吵闹闹的主持人吧 你们有谁注意到主持人衫上穿的这件T恤了吗 那可是用ASKY挥制的勒内马克里特的著作戴黑帽子的男人 说实话要不是认真翻阅了设计师的手稿 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么一个小细节 这么硬核的内容就连老郭都消化不了 足以见老郭真的是用心找了呀 至于哈克特本人的故事就比较好猜了 早年供职与某电视台成为名嘴 宣讲费声望如日中天 然后被Coreo乡中用他的节目宣传企业文化 后来直接被挖到Coreo的公关部门 虽然挣得更多了 但是也逐渐接触到了Coreo解药事件的真相 心理压力极大的他终于在乌托邦发射这一天崩溃下来 最终选择自剿于摄影棚内 他生前的录像记录着他的各种忏悔 一个主持人最后竟然在镜头前十语了 也是让人不胜感叹 从最初的意气风发自信满满的节目明星 到悲哀的向家人忏悔的普通父亲 他的经历希望所有人能因以为戒 媒体人还是要有操守 不然你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安的 霍布斯和戴维两兄弟我就不做过多描述了 他们是少数和沃伦一样在泵化电影事件中 幸存下来的生产线级红人 只是戴维的状态明显更差 他需要一种叫Modachino的药 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在我们帮助他拿到药物时 会发现这是一种精神类药物 而且明确写着此类药物在某些限制实验中 证明要高成性 因此建议主管仅在生产目标 预期可能会出现产出缺口时 分配此类药物以提高生产效率 在Creal有眼中工人只不过就是一些需要燃烧卡路里的机器罢了 伊丽娜·贝克特 这位被戏称是隐藏女主的Greal员工 她的身份成名 不过结合最初的着装 老郭认为她只是一名流水线的工程师而已 就像她第一次自我陈述身份那样 在她身上我们能看出迸发系统对人脑的掌控过程 从最初的工程师变成一个身份迷失且丢失装备的第九梯队安保成员 再到最后身份挣扎迷失自我 像一次次帮过她的卧轮出手 这一过程在第二部也有阐述 详细的描述了一个人是如何从一个正常人被感染成视察成性的傀儡的 她总是称呼好些帮助她的卧轮为白衣骑士 其实白衣骑士是一个金融方面的名词 一直阻碍恶意收购的第三方势力 而游戏中谁是恶意收购的势力呢 可惜的是她最终只能不受控制的去攻击卧轮 死在自己的白衣骑士手中和二代的哈罗德结果相似 有一点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忽略过去 那就是她自己承认在认同自己安保成员的身份这段时间里 在服务器机房杀粉的一个女孩 对 那个女孩就是马洛林 就是那个跟随小白兔成就里面的女孩 她是比卧轮稍早一步来到Coreo的新机员工 在灾难发生 经历 痛苦的改造手术后 她先一步开始对企业的事故真相进行了探索 发现太多秘密的她成为公司追捕的对象 当我们最终在中心服务器机房内发现蜷缩在角落的马洛林尸体时 这位坚强的女孩身边最后的语音信息 还是微笑着表达了对自己的骄傲和对父亲的爱 在流氓进城迸发的手中 人人都可以成为屠杀他人的故意的手 所以保持你自己的独立思考 不要成为他人的工具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说一下 我们口中的迸发到底是什么 它最开始并不是流氓进城之类的东西 而是指运行程序时因为各种原因而没被处理干净 所遗留下来的代码组成的错误进城 这种进城虽然不是人为编写 但也符合电脑病毒的特征 不但会强行自行启动 还会自行进行奇奇怪怪的错误操作 或者建立奇奇怪怪的文件 早期电脑程序都是人工输入 bug超多 因而流氓进城危害一点不比病毒低 现在也有这种进城 而且由于有流氓进城的电脑 一般都会暴露在大概率发生此类进城的环境中 故而这个东西是删不掉的 老外还因为这个东西太过于神异认为闹鬼 还特意创造了幽灵程序这个名词 所以当你偶尔在孩子电脑上发现 这样那样的文件或者是文件夹 那肯定是中招了 建议赶紧点开仔细翻阅里面的东西 不过也有玩家认为 蹦发和零号病人奥坤乔上课的一教授有关 毕竟作为第一个病变体 又是科研人员全线很高 将纳米病毒感染传染到整个公司网络完全有可能 说到奥坤乔圣科勒一教授 就不能不再提一嘴他的老上司基恩巴雷特 没错 他就是那个激进派的老头子 那个抢在玩家之前开启安保程序的脚屎棍 他和解药计划的原负责人光棍女主任奥布 是梅丽莎查韦斯博士 是死对头 当解药计划被证明有毒素作用时 整个解药计划就已经名存是亡的边缘化了 基恩巴雷特就是那个时候尚未推销他的乌托邦计划的 整个乌托邦计划分为两部分 一方面发射携带要纳米粒子的火箭对地球大气进行一次彻底变革 另一方面为极少数人提供机械防生人意识移植服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议会市里的高管人人都插着管 那是他们准备在通过发射表决后 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入一副事先准备好的机械防生人体内 狡猾的老狐狸自己就在屋里准备了一副这样的躯体 绕了一大圈终于受到了Groachia的核心董事会成了 这群人自始至终都知道解药项目和乌托邦计划会给全人类带来怎样的毁灭性伤害 但是他们只想着自己还能不能幸存 殊不知在面对灭绝全人类的灾难面前 谁又能安安稳稳的存活下来呢 梅丽莎查维斯女博士曾经让玩家带着数据去管理层说服伯纳姆或者是福克斯两门高管 说明他在董事会里至少还有几个支持者 换句话来说就是董事会里面还有两个相对右派的人士 那么我们看看都有谁投的反对票呢 这也证明了之前的猜测 不过最后一个没投票的是伦纳德海斯 他生前一直嘀咕着 请注意是三支 门外的安保人员可都带着刀呢 再加上会议市里满地的鲜血 请大家自行脑补一下 蹦趴进城都干了些什么 我也只能说伦纳德海斯真是命硬 一直听到玩家到来才咽气 凶手就是 啊 说到董事会的高层就不得不提到 Coreo的创始人约纳古腾伯格 可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董事会正中间的椅子是空着的 按照常理来说 只要主持董事会的人才能坐在会议桌的正中间 那张空着的椅子应该就是约纳古腾伯格的 在第二座中我们得知 约纳古腾伯格邀请自己的外孙女 雅典纳古腾伯格来耶利哥市游玩 飞机和每被阻拦下来的乌托邦火箭相撞 说明这些事都发生在同一天 有此可证 老头子要么一直在耶利哥市 要么正在赶往耶利哥市的路上 然而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不需要CEO来投票 那么只能说明这个老家伙已经被公司架空了 并没有什么实权 换句话来说 老头子很可能在解药项目被发现有问题时 就被资本踢出了局 但Coreo企业又需要他做表面的吉祥物 用以维持舆论和股价 只留给他一个科研人员的职位 或者派去CIT理工学员当校长也说不定 约纳古腾伯格年寿有为 早早便在一个领域闯出了一片天 后来被资本董事会排挤 像不像乔布斯 雅典纳是他的外孙女 而且关系疏远 也就说明了他跟自己的女儿关系也不怎么好 所以呼吁大家少加班 多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家人 他们才是你奋斗的原动力 至于一直不肯露面的管道女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毕竟没有真正露面嘛 至于开发部的技术宅 亚里克诺里斯和他的女儿的故事就比较悲催了 诺里斯先是在逃难过程中和女儿走散了 求玩家去帮助他找回女儿妈的 等我们进屋才发现他女儿其实是一个 拥有罗利因一吨重的电焊机器人 肯定是他 他侧面还写着名字呢 在桌子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应该是小女孩生前的照片 很可能是亚里克诺里斯的妻女过世后 技术宅把女儿的一部分记忆或者性格编程输入到机器人里 不得不说Coreo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有够疯的 高层在干的事小哥自己弄了个低配板 不过为什么只有女儿的照片 嗯 离婚了 劈腿不慢行 轻轻打草原 原料帽送你一顶 随后沃伦又帮妈迪找了一条新腿 定修好了他 可是妈迪大概真的以为他在和父亲玩藏猫猫的游戏 完全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 竟然又自己跑出去玩 结果可想而知 沃伦在一个角落 发现已经被纳米机器人拆碎了的妈迪的尸体 弄丢孩子三次 我觉得这个父亲当的真是有够废的 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 AID的人就来接受了 如果你购买了实体包装预售版 那么恭喜你 你将获得之一二两波之间的过渡俱行 也知道沃伦老哥是怎么再站起来的 如果没买也不要泄气 来看老郭的视频 老郭告诉你都发生了些什么 想知道《逃离汇气》里面都讲了些什么吗 关注老郭的频道 下一期翻外篇 老郭一起告诉你 我是老郭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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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下期再见 自己带到吧 我们下期再见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